我是謝澳洲 我是張介凡 訂閱新聞大白話 YouTube頻道 開啟小鈴鐺 最新影片立即通知 政治平息第一手掌握 回到新聞大白話 我們繼續討論民調的話題 要帶大家看那個 先看這一張 這就是這一次 國民黨裡面 他們戶中抽樣的這個表 先來看一下 到底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 如果這個家中合格的人數 就是年滿20歲 有投票選一個人的 他的問法 你就是唯一的合格者 就是沒有第二選項了 所以我們才說 如果你回答說 我家裡面只有我一個人 他不會掛掉你的電話 他就說好吧 那你就是唯一合格者 就問了 所以回答只有我一個人 是可以的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希望大家據實的來做民調 可以反映這個真實的樣態 我們不是有鼓勵作弊 第二個 你可以看到他 這個選擇的時候 幾乎都是最年輕的女性 或者最年輕的男性 幾乎都是第一輪的 幾乎都是最年輕為主 第二輪 譬如說這個人不在 我第二個要找的 就比較會出現一半的最年長 那基本上他喜歡最年輕 但是最年輕最年長 也不一定說代表年輕 搞不好打過去最年輕的 結果60歲 也是有 也是有這種家庭結構 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所謂的戶中抽樣 雖然有一些妹妹嘎嘎 但最好的就是據實以報 全家一起等這樣是最好的 不然你作弊 他只要那個訪問員 訪查員有很大的權限 他只要覺得你說謊 或不對什麼的 他就可以掛掉了 就覺得你失效 百分之1.78的機率就沒了 那我們要問問看 現在在我們線上 高雄林小姐 林小姐 請問你家裡有幾個人 有幾個人是合格的 我叫 對啊 好多人 可是他們都出去了 現在只有我一個 只有你一個 那如果只有他這樣回答 是可以繼續做民調的嗎 只有一 都出去好像會問你說 譬如說我現在挑 譬如說就問你家幾個人 林小姐你家幾個人 我家三個人 三個人 那你們家 譬如說我現在要選的是 這個三個人 我這樣挑挑挑 這個最年輕的男性 你們家最年輕的男性在哪裡 或他幾點回來 我們家沒有男性 沒有男性 我們家沒有男性 那就最年長的女性 他是幾點回來 最年長女性 他出門了 他幾點回來 不知道幾點回來 大概幾點 聽說是這樣 可能10點吧 聽說是這樣 只要10點就好了 我這樣 我聽說他們作業的方式就是說 如果這樣回答了 如果你講話的方式是說 你們家幾個成員 你說了三個 只有我一個人在 這樣的話就會變成是 他會問他要的 他要的那個成員是幾點回來 或者他可能會晚一點再打 有可能是這樣 好吧 我直接問林小姐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民調方法實在太複雜了 我覺得太複雜了一點 這樣子我就會很想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會很想說只有我一個人 對啊 你就說家裡只有我一個人 其實就講家裡只有我一個人這樣 還是要強調我不是鼓勵大家作弊 天啊 國民黨應該會 那個 對 但林小姐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目前就是你的朋友當中 你們這個所謂韓粉圈當中 對於這個民調現在的大概互相之間 大家討論的重點是什麼 大家討論的重點是什麼 然後叫戰守則大概是怎麼樣 其實就是很怕就是抽樣的母體 或者是民調的過程中 會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 那前天國民黨他們開完會以後 大家心裡好像是比較安定一點了 可是還是會有一點怕怕的啦 所以現在都是鼓勵大家 就是說實話 問你基本資料就說實話 然後例如說 我們都是支持韓國瑜的嘛 那問你說 那你那個以上幾個人 沒有韓國瑜名字的時候 那你這是誰呢 因為我們只支持韓國瑜 所以我們就老實回答 都不支持啊 那如果有韓國瑜名字的時候 我們就老實回答 支持韓國瑜啊 就這樣子會比較簡單 那你覺得技術上 但是講到那個護舟抽樣的部分 我就覺得搞太複雜了 搞那麼複雜幹什麼 那你們現在有討論出來 護舟抽樣這件事情 到底要怎麼去應對他嗎 看起來好像說只有我會比較好 他自己講的都笑了 我覺得最好的方式是全家人都在 其次就是看要不要取巧一點說 我家這支電話就只有一個人這樣 因為我覺得就是 不是每個家裡面全部都是支持某一個候選人吧 有的時候可能 老的可能支持誰對不對 小的可能支持誰 所以我會建議說 大家就好好守在電話旁邊 該機的電話都要接到 那有的時候就不要客氣 就急回答吧 林小姐你這個國民黨的民調比較特別 他做七天啦 其實現在民進黨好像兩三天就做完了 你會不會覺得七天當中很煎熬變數很多 而且七天裡面可能還會再搞出一些有了沒有的新聞 去攻擊韓國瑜吧 所以其實我們內心也是覺得有點不太 就是有點怕怕的啦 林小姐那你有沒有去查過一件事 就是現在大家一直在討論說 這個室內電話辦轉到手機 後來這個到底 因為有人在講說什麼來不及辦 或者是說辦了之後 可能最後 因為畢竟要戶中抽樣 可是你轉到手機 就沒有辦法戶中抽樣 所以可能會失效 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那如果就直接回答 就說家裡只有我 那也沒有什麼 什麼那個什麼失效的問題 對不對 就比較不會出狀況 而且他怎麼知道你轉到手機 他不知道你轉到手機 他不會知道 他為什麼會知道 不知道聽得出來 聽不出來 好像是聽得出來 好像是似話會 想到一個程度之後 才轉到另外一個聲音 換一種鈴聲 是不是 我印象中是這樣 可是我問國民黨中央 他說他們好像沒有特別有個規定 是說聽 他們沒有規定吧 沒有針對這個規定 那如果說 有一些朋友想去申請 因為我記得這個好像 申請開通需要的時間 但是還是可以試看看 因為還剩下 因為你不一定是 第一天就會打到你家 說不定是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所以要申請的朋友 還是可以帶你的雙證件 去你的電信公司 例如說你是中華電信的 就去中華電信申請 你的事話 如果你是台灣過網的 就去台灣過網申請 這樣子 林小姐 那他的方式 好像就是打一個米77 米77 然後你的電話號碼 對 然後再按一個警 在試話上面操作 對 可是這個是要先去 事先要申辦過 才可以這樣操作 對 要先申請開通這個功能 林小姐我請教一下 就是昨天那個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他又突然開了一個記者會 因為初選已經講這麼久 如火如荼 現在大家都在叫戰守則 已經在叫怎麼回答民調了 可是這時候王金平 他卻告訴大家說 因為各方陣營都覺得 好像自己都會被做掉 他也覺得這個整個過程 奇奇怪怪的 他甚至覺得說 這個時候有人在建議說 是不是應該要停辦 你自己怎麼看這個時候 這個時間點 王院長為什麼要這樣出來講 但可能是聽到很多風聲吧 因為他政壇老前輩 可能聽到各種說法 但是要停辦 說實話 現在騎虎南鄉 應該不太可能停辦了吧 大家都準備到這樣子 如火如荼要展開了 說停辦就停辦 誰敢提出要停辦呢 就國民黨內部的那個 那些負責全民調中常委 誰敢提出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初選就還是會進行 全民調還是會進行 大概不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大家會不會擔心 因為他講 絕對不可能停辦 可是他在辦之前 故意講說這個民調奇奇怪怪 還不如停辦 會不會是初選之後 有些陣營如果對民調的結果不滿 如果他脫黨 或者是對這個民調提出異議 就變得好像比較有根據了 應該說龔道柏他本來就有對初選提出質疑 因為他原本希望的是 能夠國民黨內部的那個 佔三層投票 對不對 他原本不是佔成現在的方式 對 黨員投票佔七三層 對 所以他對初選方式一直都是有意見的 一直都是有意見的 那我覺得如果有一些人 他在投票之後 不管是誰 那個投票結果可能不如預期 他們還是會找到任何理由的 倒不是公道柏說了什麼話 然後就會變成理由 也是 林小姐 我們有看到王院長的 最近的動作真的很奇怪 像是昨天這麼大動作 開記者會講說初選不公平 可是他這兩天 今天先跟韓市長直播 他明天換成是跟郭董來直播 但是郭董到高雄 又跟他們白派的人要辦一些座談會 你自己怎麼看王金平 這麼這陣子以來 這些奇奇怪怪的動作 如果說是相信公道柏的朋友 因為他之前就說了 反正他做的事情 都是在積蓄國民黨的力量 這樣子他跟國民黨的各位參選人 就是見個面直播 那倒沒有什麼 那但是郭台銘到高雄跟那些白派的 或是跟一些地方的人士聚餐 那個我覺得也很正常 因為誰都想贏 誰都想用最大的力量去爭取認同他的人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倒是平常心看待就好了 那倒是我們市長太 韓市長太忙了 他沒有時間去做那麼多交際應酬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目前五個參選人裡面 韓國瑜市長是最忙的 他一直在忙高雄的市政 而且像最近又開始下大雨 像這兩天下大雨 所以高雄市的那個什麼噴藥 清淤的工作 又要重新的展開 所以高雄市政真的是非常忙碌的 那我們其實也很希望他有很多的時間 可以去像其他參選人一樣去做努力 去做交際 去見這個大佬 見那個什麼地區的那個 各地方的那個什麼派系的人 可是看來他的時間真的不是那麼的多 所以也只能說大家各自努力 那支持韓國瑜的朋友 一起繼續的堅定的支持 然後把初選的那個問卷的方式弄清楚 然後千萬不要回答錯誤了 有韓國瑜的時候就說韓國瑜 沒有韓國瑜的時候就說都不支持 簡單清楚 OK好 謝謝高雄妮小姐 謝謝 謝謝你 拜拜